因為接下來這一件 算是小菁姐送給自己一個 很重要的生日禮物對不對 是個大生日喔 對 四十歲耶 是 四十歲的生日禮物 這個喔 這個其實買 這個是 對 那個時候呢 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大嫂團 有啊 我們幫她 本來是覺得說自己在家 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 對 我們現在就可以補貼家用 然後頓時感到財富自由 而且從此出道喔 所以財富自由的第一步 就是先犒賞自己 對 一定要犒賞自己 犒賞自己呢 那個時候我就去逛街 你知道像延吉街很多 那種珠寶店嘛 那我就經過想說 這會不會很貴啊 怎麼樣的 然後後來我想說 算...不要買好了 後來想想不對 好 也要犒賞自己一下 那會不會太浪費了呢 因為也是買了滿多的 那我就想說好 那我這家店經過三次 如果它還在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的 緣分 對 如果沒有了賣掉就算了 是 對 那後來就去了三次還在 所以妳 減少被賣掉的機率 那太過分了 對啦 我就是差不多 沒有啦 也隔個幾天啦 你知道嗎 而且四十歲是大生日啊 買給自己這樣子的 四十歲算大生日嗎 對啊 這個金額算是 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我很多錢 都是用在家裡面 用在小孩身上 我用在自己身上的錢 其實沒有很多 其實應該說四十歲那一年 是妳人生最高峰的一年 對 事業家裡已經兩合一了 然後開始往下走 沒有 沒有往下走 這就經過一個經歷 皮膚什麼都會 剛才提到那個大嫂團 你知道嗎 對於這個大嫂們 那是真的是 又發揮到淋漓盡致 那對那些大哥們 換人家皮皮刷 應該不會太太比我優秀吧 什麼東西都被挖出來了 對 他們比較怕這一點 對 家裡的糗事 怎麼全棉上爆了 怎麼摳腳 挖鼻孔 都被她講出來 大哥們 你想想 太太出來賺錢 誰不是為了家用 其實你們不要想太多 每一家其實發生的事情 都差不多 只是是請老闆發生的事 靜怡發生的事 不一樣而已 是 所以根本就沒有 就是因為這樣子得到很多 大家的共鳴 對 大家看得開心紓壓 然後自己買東西紓壓 為什麼 因為有壓力 有工作就有壓力 而且有工作的話 有收入當然要 對不對 買一些東西 最近我覺得挑得不錯 是因為其實那個顏色 就是你喜歡的 比如說你喜歡有一點 碰碰水頭一樣 對 而且這個形狀方式 自在空都沒有 這個白匪一陣子 被這個珠寶界吹噓到 所以變成白匪喔 那紅得不得了 特別貴 對 但是現在回想起來 那真的是畫素 為什麼呢 因為翡翠就是要綠色 沒顏色 那怎麼叫翡翠 那都買塊玻璃 玻璃沒有顏色對不對 我後來也覺得怪怪 所以說現在來看白匪 如果說是放光的白匪 那OK 他說一般的白匪 其實價格是不夠高的 這個看起來有放光喔 這個有放光 所以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可以多少錢 來 請見價 又重 太好 真的滿有眼光的耶 錯打錯找 很漂亮的 所以說走了三次 然後他竟然還安然 坐在那裡 可見 對不對 是 有緣 那就是我的 我覺得很適合你是 因為你看你的東西 都有放光 我覺得就像你自己 自帶光芒一樣 可是我們還有一件 寶物要講 因為這件寶物 也在旁邊一直發亮 對 總之我們 一定要來介紹它 這個寶物真的是 比較久遠了 這個上面還有撒金耶 你看 看這個手桌 這個手桌 太美麗了 對 這個是比較 台灣藍寶對不對 對 台灣藍寶 這個是比較有歷史的 這個是我剛生 我大女兒沒有多久的時候 然後高大哥 因為我爸爸媽媽 幫我帶小孩很辛苦嘛 所以高大哥帶著我們全家 去圓山飯店 去吃飯 喝下午茶這樣子的 然後我就 趁著反正小孩有人幫我帶 我就去走走逛逛 這樣子 就逛到他們那個有賣浴室 賣店 對 然後我就想 其實我為什麼會買這個 是因為其實 之前我們有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就把一些黃金都賣掉 所以我就潛意識覺得說 黃金買了 好像就感覺 哪天他投資一個又失敗了 我又要賣黃金 所以我就想說 我乾脆就買這些東西好了 那這就是我第一個 這樣子覺得的一個飾品 感覺黃金留不住 對 感覺黃金留不住 那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那這個台灣藍寶 為什麼會挑這一顆呢 因為台灣藍寶就感覺是 好像... 帶一點神秘又很優雅 對 很特別 因為所謂台灣藍寶 可能就只有台灣有嘛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還... 還可以買下來收藏一下 然後那個時候又因為 剛生小孩有一些紅包錢 所以就花了 對 二十萬 台灣藍寶 二十萬 台灣藍寶要看顏色 就是說 一定要藍 然後帶綠就不是很好 你... 請老闆講到這個 對 我買了這個 我還買了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墨綠色的 小顆的那個 那個我沒有帶來 我真的覺得那個就比較不好 這個應該就比較特別 然後台灣藍寶 你看 它這個它有共生石 它在礦區裡面 它有其他的 金屬的岩層的那個共生 那形成一個很漂亮的花樣 有沒有 這天然的東西 這個顏色也滿漂亮的 只要不假的話 應該可以有很高的價位 這個藍寶現在產量多嗎 印尼很多 但台灣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礦脈 通過了這個 太平洋的這個地層 它在很多地方浮現 包含花蓮 還有這個印尼 都有這個礦區 產量並不是少 但是漂亮的比較少 所以它到底 第一 它是真的嗎 第二 它的顏色也沒有經過優化 如果都沒問題 應該有很好的價格 因為今天你帶那麼多寶物 就這一件 對 真的是砸大錢買下來 而且我當初就覺得 這個怎麼這樣黑氣麻烏的 然後那個專櫃的那個 銷售小姐就說 這個是很特別的 共生礦 對 他說 我就想說 好像應該就是這樣 滿特別的東西 有共生礦的東西 反而不容易假 因為人家要假到 完全沒有瑕疵 費工夫做上去 還不容易 對不對 而且我覺得 這就相當有那個紀念性 你看你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你都記得好清楚 對 可見那個是在你那個人生 特別特別在意的那個點 對 一個階段 是不是 而且花了這麼多錢 我跟你講 務實的金流座 砸大錢買下來的東西 前面都對了 這一件我們來評估看看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請見價 三十五萬元 你只要越高錢 唱越多 恭喜 好棒喔 標準的 是 手作 天啊 我想說什麼 今天他如果沒有那個胎記的話 對 沒有這個胎記 如果沒有這個胎記 恐怕要賣到五六十萬以上 但是我覺得是 在我來看 這個胎記是加分的 獨一有二嗎 對 獨一有二 還有它的特色 對 獨一有二 每個胎記都長得不一樣 井上天花 哇 非常漂亮 真的 所以今天我覺得 小菁姐來這一趟你就對了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